大家好,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今天要介紹終於要正式開放的雅各塔系統 雅各塔即將在6月4號正式開放 除了遊戲內的通關獎勵之外 還有期間限定的活動獎勵喔 首先是雅各塔的基本規則 這次開放了1到20層 並且分為簡單和困難模式 在雅各塔的設定上 只要通過關卡之後就會向更高層移動 無法重複攻打已經通過的關卡 在雅各塔中你沒有辦法使用重複程式 只要角色在關卡中死亡或是時間超過的話 就會判定失敗 而該角色會直接進入虛弱的狀態 當天就會無法再使用這一隻角色來攻略雅各塔囉 但是如果你中途放棄關卡 角色的皮靠值是不會增加的 另外在關卡裡面遇到Boss戰的時候 如果你挑戰失敗 並且嘗試使用其他的角色再次攻略這個Boss 該Boss的血量 會從前一次戰鬥失敗的時候的血量來開始計算 你不用從Boss滿血的狀態來重新打過 這一點非常重要喔 但是如果你在Boss關卡裡面選擇放棄關卡 則Boss就不會被扣除任何血量 就是說這場戰鬥等於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接下來針對角色的疲勞值進行說明 大家可以看到角色的頭像上有一個電池的圖案 這會對應到角色的疲勞值狀態 疲勞值會限制每個角色出場戰鬥的次數 每個角色都有固定的疲勞值設定 S級角色他的疲勞值上限是最高的 而B級角色就會最低 角色的能力他會隨著疲勞值的上升而下降 當角色進入虛弱狀態時 代角色就不能再上場戰鬥了 不過角色疲勞值是專屬於雅各塔的設定 並不會影響其他關卡或者是競技場喔 角色疲勞值會每天自動重新 請各位玩家不用擔心 每一個關卡都會有不同的特殊效果 比如說使用特定的武器 可以造成傷害加成 注意這些特殊效果會讓關卡攻略變得更容易 請各位玩家在挑戰不同關卡的時候 務必要留意一下喔 最後我們幫大家整理幾個重要的注意事項 第一點在雅各塔中無法使用重組程式 第二點在關卡中死亡或超過時間都視為失敗 你需要重新再進行挑戰 第三點在判定為失敗之前的退出關卡 都不會增加角色的疲勞值 在BOSS戰中對其扣除的血量 將會延續到下一場戰鬥 第五點在BOSS戰時 若你選擇退出關卡 這對BOSS造成的傷害將不會被計算 角色的疲勞值會影響角色在雅各塔中的能力 角色進入虛弱狀態時 將無法再使用該角色進行出戰 角色疲勞值會每天進行自動衝擊 最後一點 不同的關卡會有不同的特殊效果 雅各塔在未來會陸續開放更多的新層級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大家更加了解雅各塔的規則 也祝大家都能順利挑戰 想要獲得最新情報 請追蹤Rockman X-Dite的FB官方粉絲專頁 我們的非正規情報戰會不定期推出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